凭振先发投手李晨勋主头八局标八K拿下圣头记者廖耀东社 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千亿长崖甲子圆六冠名校班底的大阪府明星 凭着15岁菜鸟李晨勋修两天再战 被日媒称为新怪物的千叶墙头青宫虎独朗 还刷新生涯最快球速以引起日本球迷热议 明年1月才16岁的高乙菜鸟李晨勋 千亿标出147公里诉求 六二局7K无时分 在网络上掀起话题 昨天队上已有日值三队追踪 被日媒遇有高校球界新怪物的头打二刀流球员青宫虎独朗 人无巨色以八局掉一分赏给青宫败头 身高190公分的青宫虎独朗 现年17岁以吸引板神虎等三对目光 认为他不仅能标出最速145公里诉求 同时也有好的打击能力 一名球团人员说他具备好投手拥有的条件 现在就有145公里 未来再长高一点 丢出150公里诉求的可能性很高 然而未满16岁的李晨勋 所以标出148公里诉求85球 63好球投8局狂标8k 公里的超级一年级是个未来令人很期待的大投手 台湾的15岁投手好恐怖啊 更多李晨勋报道 190厘米墙投对决 凭证李晨勋完胜日本超级高校生 土石后继有人李晨勋标出148公里 网友剪辑李晨勋投球精华